操縱在密室的醫療機器物處理中 因為當地基民怕的污染就在地圈 堅持反對就失禮 為了要安打民心 南北管治環保教 怕他就在操縱地基事務所教育産民會 在産民會中 電閣民意代表 反誘到醫療機器物自救會成員 也都到處參加 自救會召集人安屯人表示 當初密室的醫療機器物處理中 時地基物都沒有變形完成 業者提出申請 既然環保教又通過 實在是相對不合理 這條說沒有土地 在九位議員說 沒有土地以用 全體新鮮才會好 沒有土地 那一條三千塊土地也沒出現 那一條新鮮就說 我們這樣用 還要去鎮 你看這樣 環保教在現場培設 各種醫療機器中的設備 希望可以讓參與民眾了解 但是說明會中 反對民眾都提出自己的意見 完全都不必讓環保教順便的機會 教授也表示 今天他聽到電影的意見較相反後 會再回去進行到相關的討論 最主要還是了解看看說 就是政府整個核准設施許可的立場 然後也聽一聽民眾的聲音 那民眾有一些疑問的部分 我想我們也會帶回去 一起來做討論 那我跟林英宗一人 我林英宗要來做議員 我跟林英宗要來做議員 我跟林英宗要來做議員 我做五個月 我超多討論 恢復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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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教表示 政府實在是沒有這種的管理 基本上停工是 不是在我們可以前者要求他停工的 因為他現在是第一階段的設置許可 那我想民眾的疑論 我們可以在第二階段在 他要開始營運的這一部分 再加強嚴格把關 那你說民眾當然是叫他停工 但是政府有沒有權利 已經核發了設置許可 然後請他立即停工 我想政府目前是沒有這個權利 出席的管理官員的政治部表示 簽隊的醫療回憶部的設立 他們的嚴格為人民的罷官 來確保到民眾的關係 記者聽聽彩虹報道